国瓶的球员们 如果你们谁跟程静齐是好朋友 请你一定要珍惜他 这个人啊能处 先看视频 朋友和兄弟了吧 程静齐这名球员 与樊仁东王主钦等国瓶多名球员 关系都非常好 前不久的全锦赛呢 程静齐还和樊仁东熬战了五局 最终遗憾的失利了 视频中的这段话呀 是程静齐在一次直播中说的 程静齐的意思是 自己和国瓶顶流球员关系很好 大家呢都是平等的 这种相处方式很好 但是双方现在毕竟身份不一样了 程静齐也不想利用 队友的名气和身份 给自己带来一些 什么利益上的东西 如果那样的话 大家就不是兄弟了 看说的多好 从程静齐的言谈中 用六个字啊就能总结出来 分寸感边界感 在国瓶竞争啊相当残酷 能成为绝对主力 甚至能拿到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 永远是少数人 更多的球员呢 只能成为红花旁边的绿叶 刚进队时 大家都是各个省地的天才 但是到了国家队呢 需要比拼的 是谁是天才中的天才 成为不了超级天才的 只能慢慢的退出国平 前不久的张瑞刘丁硕 就是典型的例子 程静齐呢 也是如此 30岁的他在球员时期 正赶上三千克的巅峰期 后面呢还有凡沉冬 再往后 王主钦又起来了 没办法大家最终都走向了两条路 凡沉冬和王主钦们是在为梦想而拼搏 而程静齐们则为了今后更好的生活而打拼 像程静齐这样的 有国字号经历的球员有不少 退役后玩直播的也是大有人在 但有程静齐这种境界的凤毛林药 大部分球员在直播中基本上以点评国家队主力球员为主要内容 等待人气涨到差不多了 小车一推开始带货了 赚的呢也不错 其实啊 这种赚钱方式也很正常 球员毕竟也需要生存 只要没给队友们抹黑带来麻烦 球迷也愿意买单 无可厚非的 但程静齐是个另类啊 有时候在直播中面对网友的提问 程静齐也不得不聊 但他很谨慎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 给人家带来麻烦 更不用说请关系好的队友来直播间了 其实啊 以程静齐的能力和人脉 想邀请一两个国兵主力过来 层层热度啊 也是不难办到的 但是他呢 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小心翼翼的维护彼此之间 那种纯粹的友谊 怕给人家带来麻烦啊 只能说 要是国兵哪位球星 有程静齐这样的朋友 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其实程静齐的交友故事呢 在我们生活中也常遇到过 比如说你有个特别要好的同学 工作后呢 突然飞黄腾拿了 但此时考验彼此友谊的时候就到了 如果双方还想维护彼此之间的友谊 那么边界感和分寸感就得拿捏得当 就像程静齐一样 否则彼此曾经的关系就会变得不纯粹 失去友谊 那是早晚的事 愿我们的身边都有一个像程静齐这样的优质朋友吧 您说的 没必要 好 转发 满足 转发 回来 没必要 来 太阳 靠内 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